大道又简称道 我们若仔细地去观察 心窍开悟之后 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 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 也都有一定的法则 各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 就是道 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 不曰天天大道 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 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 道即已存在 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 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 道不会毁灭 道因为无取无来 不生不灭 乃代表着宇宙间更不不变的真理 道的本体 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 在混沌未判之初 宇宙间只是一团灵庙里 无天无天无地 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 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 故大道无明强 明曰道 我们也是勉强用到这个名词来代表它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 宇宙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 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鞋 有条不问的运转 这就是道的妙用 道大理为 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 各教圣人应运出使各化一方 针对当时天时比利及众生的根气 留下仙经万点 穿下诸多血恶从善的修实法门 同时也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中 宇宙万事万物君有一个真正的主宰 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 我们称其味道或无声老 君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 就会了解天地间实无一物 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非然涵盖各大教门的经义 为先门外教的总源头 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领域里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 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 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真意在先天之先不为天 在后天之后不为后 即大上有可量即为上有可止 为道即大不可量即为不可止 不所以大无不包围 无不入无所不惯 无所不通无所不测 贯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 贯彻了三十三天万 贯彻了千经万典 贯彻了千法万法 贯彻了千教万教 贯彻了千佛万祖 贯彻了我之一身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 人人必须知真觉 一击是人人与我我 与人人良心之行也 此乃万众一心 万伯一家世界 打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 二道与我 有什么关系道的宝贵 在于他大而无所不包 细而无所不入 天地生成之后 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 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 各有其时 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涨 各有其虚 而最宝贵的是 各天地万物的主宰 同时也是我们人一身之主宰 约庆底 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 能听 能吃 能动 因此 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智力 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先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 道的宝贵 并不在于 他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 而是在于他平时 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 他的本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 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 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 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 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 不论是学士多丰富的学者 或是目不是兵贩夫走足 不论是成人 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 的动作 人与人与生俱来 不学而知 不学而能 无增无间的良知良能 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到 我们有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 有忘记的